我们在现前看到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拥有 亿万的财富 这人命里有的 他为什么会有呢 过去生中 欢喜修财不实 他这一生就得财富 为什么这一生贫穷呢 过去生中没有修财不实 不肯修 你命里头没有财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行业 你都不会赚钱 命里没财 命里没有 现在我修音行不行呢 行 现在懂得了 你就修财不实 欢喜不实 首先要有这个心 欢喜不实 欢喜帮助需要财的这些人 你的欢喜帮助他 越是越多 真的一点都不错 所以我们 把这个四十真相搞清楚之后 就知道要靠自己 自己靠得住吗 绝对靠得住 你真正明白道理 真正觉悟了 为什么 自信里面 有圆满的智慧 有圆满的德能 有圆满的向好 向好 就是我们现在世俗讲的福报 你一样都不缺 为什么要明心见心 这见了心的时候 你全得到了 你看 智慧开了 得成就了 得成就了 向好成就了 释迦摩尼佛为我们所实现的 我们现在懂得 意念能转变一切 这个意念的能力太大了 意念是造主啊 我从哪来的 谁造的我 意念造的 我的意念 造我的这个人生 如果这个意念 要是纯净纯善 拿得了 你真的成佛了 第一个好处 身心健康啊 没有疾病 老耳不衰啊 年岁大 活隔一百两百岁 还像年轻人一样 这是福报 从哪来的 你自己造的 福 告诉我们这个方法 你能把这个学会了的时候 你就能造成啊 我在过去曾经曾经曾经说过 说过不少次 如果你真的会学佛 你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道理都明白了 方法全用上了 你是哪一年学佛的 你会永远保持这个状况 你三十岁修佛的 你年年都是三十岁 活到一百岁的时候还是三十岁 你二十岁修佛的 活到一百岁还是二十岁 你能把他保住 如果不能保住 那这个念力就不稀奇了 念力能造宇宙啊 最后这身体还不得自在的话 还有障碍的话 那怎么行呢 怎么讲得通呢 那佛怎么称佛的 靠一念 那一念 纯净纯善 那佛教给我们 要想 健康长寿 这物质生活也能够获得自在 佛师门中 有求必应 这是我当年出修佛的时候 张家大师告诉我的 但是他老人家讲得很清楚 有求必应 要如理如法的求 如果不合理 不合法 就没有感应 如理如法 理是信德 法是与信德相应的方法 求质 质从哪里来的 这都是老师当年教给我的 质 是从财布施来的 我们在现前 看到这个社会上 有很多 拥有 亿万的财富 这人命里有点 他为什么会有呢 过去生中 欢喜修财不识 他这一生就得财富 为什么这一生贫穷呢 过去生中 没有修财不识 不肯修 你命里头没有财 无论你经 做什么样的行业 你都不会赚钱 命里没财 命里没有 现在我修音行不行呢 行 现在懂得了 你就修财布施 欢喜不识 首先要有这个心 欢喜不识 欢喜帮助需要财的这些人 你就欢喜帮助他 越识越多 真的一点都不错 老师教过我的方法 我用到今年 用了59年 真的 越识越多 越多越识 你那个财源就没有止境了 像潮水一样 绝对不能把财 守在那个地方 一守就坏了 就变成死水了 死水就不流通了 你那个财就有限了 这边来了那边走 所以财就要通货 它要流通 远远不断了 这个多自在 聪明智慧 也是发不实 健康长寿 是无微不实 无微是看到众生 有困难的时候 不安的时候 有恐怖的时候 你能够帮助他 你能够化解他的恐惧 他的忧虑 这一类都是说于 无微不实 特别是 我们的饮食 所以中国佛教 提倡素食 是顺于无微不实 让一切众生 见到我 都不会害怕了 我们会保护他 都能得到安稳 能够真正发心 照顾老人 效仰父母 跟父母年龄相当的人 都要把他看作是 父母一样的 来照顾 这个是 健康长寿之道 现在这三样东西 谁都羡慕 谁都想 但是他不肯修音 那就得不到了 虽然你希望得到的时候 你要真干 血财 得财 所以 血得 这是佛学里面的书语 你血得越多 你得到的越多 可是 血得 是两重意思 第一个 你血一定有得 第二个意思呢 血得 把你得到的也要血掉 你可不要保留 你要保留了 那你就很有限 你就那么多 如果你得到的也能够血掉的话 你得到就更多 后续来的 没有止境 这是佛教导我们 身材有大道 养生有大道 养生有大道